好,这个花莲县五合一选举国民党党内初选登记开跑了 那么寻求蝉联的现任新城乡长和理台 登记的开跑第一天就前往乡党部完成了登记手续 并强调期盼能够获得提名来力取连任 新城乡长和理台在上午10点完成国民党党内登记手续之后 特别感谢各界乡亲以及支持陈席 他感谢地表示,花莲县五合一选举国民党党内初选登记开跑 寻求蝉联的现任新城乡长和理台首日 并且前往乡党部完成登记手续拔的头筹 他除了感谢乡亲的疼喜之外 并且强调期盼能够获得提名力增连任 继续为地方服务奉献 完成各项乡镇建设以及乡亲的福祉 非常谢谢新城乡的乡亲一路来的栽培 跟鞭策礼台 在三年多前用选票 把礼台送进新城乡公所继续来主政 在这三年当中多以来 可以说不敢忘记乡亲对我的栽培 以及这样的支持 这三年多来我们在中央也好 在县也好 在代表会以及新城乡各界的支持之下 可以说潜力以赴 对于中央的争取的建设的经费也好 在我们新城乡所有的十三项的社会福利方面 竟获得广大的乡亲的支持跟肯定 礼台不敢忘记乡亲的栽培 这二十多年来长期在新城乡的 这个乡亲的关照之下 都以民意为异归 今天为什么特别又来 我想这乡亲三年多前用选票把我送进新城乡公所 但是三年多来 无时无刻听到我们说的广大的乡亲 希望礼台继续要来连任 要做好 要来做满 所以今天特别到我们新城乡党部来登记 党内的一个登记 希望能获得国民党的一个提名 也能够获得我们广大的乡亲继续支持礼台 还有很多的事务还没有来完成 这八年当中我们会继续的 跟我们新城乡公所的团队 以及新城乡各界 我来追随我们所有新城乡的乡亲 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和礼台 我们一起共同来为新城乡幸福新城 来让我们新城乡继续的大要劲 不管在建设 无力 关怀落势处景方面 我们都全力以赴 拜托各位新城乡继续支持和礼台 曾担任郭新城乡党代表 代表会主席 新城乡长 华林先议员等要职的和礼台 堪称地方党政智力完整的政界重量级人士 三年多前以些微的差距胜出当选乡长 人类卯足全力为地方争取建设经费 更着重于乡亲儿童福利 获得基层超高的评价 一般预料拼人类的应该可以顺利过关 记得中心想不到